各位海内外的国人朋友 我们立刻连线到美国西雅图 给好久不见的汪达瑞老师 我们要今天要翁教授来谈翁教授 那翁教授来谈翁教授是谁呢 这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第四名的立法委员 这个是新科立委翁晓菱 翁晓菱呢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 那么曾经到德国拿到的法学博士 那这位新科立法委引起大家关注的是说 他最近提出了非常多的案子 比如说他提案将总统选举改为两轮制 第一轮如果得票率没有过半的话 那么14天后进行第二轮的投票 引发了违宪的争议 那我们也看到他最近也提到说 对于不适任的监察委员 他也提案去希望去订定一个叫做监察委员行为法 来管理这个监委的职权 同时过去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也看到翁晓菱也提出 他支持国会的听证调查权等等了 好他认为这个总统制度的改革不能够等了 认为国会的改革也不能够等了 那今天我们由翁教授来谈谈这位翁教授 法律背景的他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 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我看到翁达瑞认为 这是一个不懂民主的法学博士呢 来连线到西雅图给翁达瑞老师 老师不好意思 现在是你的凌晨两点多钟对不对老师 对对现在是凌晨 你看我那个窗户外面都是黑压压的一片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老师 我跟你说一个晚安早安都可以啊 对不对 是 是 是 来 老师怎么看这个翁晓菱呢 这个国民党不分区立法你怎么看 我大概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谈这个人啊 第一个角度呢 就是说他的民主素养 就是小军你刚才提到他最近一些离谱的发言 这是第一个角度 那第二个角度呢 大概就是他的宪法学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这大概也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三个呢 就是他的性格跟他的人品 这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题目 那我大概就从那个先从民主素养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他其实这几天的发言呢 有好几个是错误的认知 比如说他讲说这个他立法委员对行政院长的咨询 是上对下 那我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政治理论了 这个立法权优于行政权 在民主国家没有这样的惯例 但是他这么在讲 然后呢 我又看了他的脸书 他的脸书呢 他要去狡辩 他没有错 他的狡辩是这样的狡辩法 他是说政府是人民的公仆 所以说呢 他立法委员去质疑公仆 当然是上对下 那他这个呢 就是说有几个 至少有两个地方是混淆 第一个呢 政府是不是公仆 这个说法在政治学里头也没有根据 但是你可以讲说西方的讲法就是说 政府官员是公仆 有这个讲法 那如果说政府官员是公仆 那你立法委员也是公仆啊 他今天讲说他立法委员质疑公仆 那就等于把他立法委员的身份呢 从政府当中抽离出来 那这些都是非常离谱的民主认知的这个错误 那我不晓得就是说 他中兴大学法律系是怎么读的 他到德国取得的这个法学博士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训练 的确 因为又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嘛 不过因为我看到你有特别提到 因为翁晓琳在杠上行政院长陈建仁之后 的确在五权宪法里头我也觉得非常怀疑 你既然在德国拿到了法学博士 怎么五权宪法其实是互不侵犯 是一致平等的 你怎么会刚刚你提到 他杠上行政院长陈建仁说 我是上对下去质询你 而且这个口气其实不是非常的温寻 摆出就是上对下的一个态度 五权宪法里头怎么会连这个基本的 平等的概念通通都没有 所以宪法老实讲他应该要重赌了 只是说你刚刚说丢脸不懂民主的一个同时 在这个五权分立过去五权分立 现在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里头 位阶说真的行政权跟立法权 位阶都是一样的 只有分工没有所谓上下的一个问题 可是呢他在最近的脸书里头 特别翻出 特别秀出他的博士论文 这个部分我看到翁教授来看这位翁教授 你好像也有翻你的解读 对不对了翁教授 他是这样子 他是1999年取得博士学位 现在是2024年 所以他取得博士到现在25年了 那取得博士25年之后 人家质疑他的法学素养 他拿出来证明他法学素养的东西 是25年前写的博士论文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这25年来没有任何的成长 如果说今天有人来质疑说 翁达瑞 你的这个国际商务的这个素养不够 我会拿去年出版的期刊论文来证明我够 我会拿前年的期刊论文来证明我够 我不会去拿那个二三十年前的博士论文来证明我的学术素养 所以说这个对外面的人来讲 就是说不是学术界里头的人 对博士呢 尊敬太多了 我可以这么来讲 所以说导致他到现在还在拿博士论文继续来炫耀 我们在国外我们是说博士论文是学者训练的起点 是起点 然后从博士论文之后 你接着要去延伸你的博士研究 去做期刊的投稿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一个成熟的学者 但是就翁晓玲来讲 他的博士论文是他学者训练的终点 他取得博士之后呢 他就靠这一本论文要吃穿一辈子 所以说呢他是要拿来炫料 其实反而是自負其短 你觉得傲慢自大 里面提到说 老师你自己在大学任教满30年了嘛 所以你认为翁教授称为 翁晓玲称为翁副教授 法学素养你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是不是呢 我这么来看 就是说他有几点 我现在中央来看 第一个呢就是说 他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是2004年在中兴 原来的法商学院的时候 就晋升为副教授 他刚回国的是从助理教授做起 然后呢2004年晋升副教授 2005年呢用副教授的身份加入清华大学 现在是2004年 对 他副教授做了20年 这个我们在国外呢 我们是把它称作这叫万联副教授 是 因为呢我们在学术界里头 我们分三级 助理教授副教授跟正教授 那副教授呢 是一个转移性的一个直接 就是说你副教授正常来讲 做个六年一般的学校做六年 比较好的学校大概做个八年十年 你累积足够的出版记录 你就晋升为副教授 所以说副教授做越久是越丢脸 有些人做到退休还是副教授 那个叫做是万联副教授 我自己呢 我是2006年晋升副教授 我是2013年晋升正教授 我那时候任教的议委商学院 是全世界一流的商学院 我在一流的商学院 我做了七年的副教授 晋升正教授 他在清华大学 当然在台湾也是好学校 但是呢拿到国际上来比呢 特别是他在通事教育 在这个财经法律 并不是很顶尖的一个学校 可是他做了20年还升不上去 基本上我可以讲 就是说他的学术完全是没有 就除了博士论文之外 就学术影响力跟学术成就几乎四点 但是呢 他顶着博士学位跟清华大学的教授呢 受到社会很大的尊敬 所以说呢 小军刚才提到说 他的这个性格傲慢 那这个性格傲慢呢 这是怎么形成的 我想就是说 这是台湾的社会把它宠出来的 就是说拿到博士之后回到台湾大学教授 到处去受到人家的尊敬 因为我们台湾的社会对读书人 对大学教授有很多的尊敬 那这些尊敬呢 让他呢就有点高高在上的飘飘软的感觉 另外他的傲慢来自于我讲的 这个亚洲的学者的亚洲教授的职业病 怎么叫职业病呢 就是说当你大学教授在课堂上授课的时候呢 学生不会挑战你 你跟学生有知识跟权力的不对等 所以说你在没有学生的挑战的情况之下 日积夜里你就产生你的傲慢感 你就无法接受人家的指责 无法接受人家的批评 到最后呢 他们认错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说我在讲到他的性格这边呢 除了傲慢呢 另外一个我讲的就是硬拗 他硬拗到怎么样的程度呢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就他刚才小金有提到说 他谈到要把总统大选改成二轮 那就很多人打脸他嘛 总统选举是由宪法来规定的 他现在就要去修选办法 来改变宪法 这当然是没有宪法尝试的说法 他硬拗去翻出宪法 他翻出宪法修正我们1994年的宪法征修条文 这么来讲 他里面是说得票率最多的一组当选 就是我们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得票数最多的那一组当选 东小龄他这么说 他说我们的宪法里头没有讲 只投一轮 所以说投两轮 投票投两轮并没有违宪 意思就是说宪法没有规定 不能做的 那都可以做 好我们就假设他这个说法 第一轮假设以这次选举来讲 第一轮赖清德的票数最多 按照征修条文 赖清德当选 那他说OK因为宪法没有讲第二轮不能投 所以说就来第二轮 那第二轮就最高的两个人 柯文哲就被淘汰 就剩下侯友宜跟赖清德来选 那假设说赖清德第二轮在选的时候 柯文哲的票全部倒到侯友宜那边 那第二轮变成侯友宜的票比较多 那我就问翁晓琳 你来告诉我总统应该是谁 因为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说票得罪多的人 第一轮是赖清德最多 那第二轮是何友宜最多 那到底谁应该来当总统 他这个就简直是鬼扯硬拗到说 没有尝试没有逻辑的地步 所以但是因为在立法院殿堂里就提出来了 这个他是一个公然的一个副教授 担任依照你刚刚所分析 他担任副教授已经有20年时间 无法累积他升等所需要的一些发表的一个数量 但是他拥有又是一个法学博士学位 如果他是现在清大科法所的跟通事教育中心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教授 我不知道您认为他的法学素养之都之意之外呢 甚至翁老师你是不是认为他的学位来自于德国 但除了学位论文之外 没有其他德文著作 你还强烈怀疑他的德文写作能力是吗 你说你还从Google里头找到他其他的相关资料 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的发现是什么吗 我们讲说他是法学院毕业 也拿到法律系毕业拿到法学的博士 照常理来讲 你应该是到法学院去训练未来的法律人才 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 大家可能不晓得 翁晓玲拿到博士之后回到台湾 他没有在法律系教过一天 他从来没有在法律系教过书 他刚回台湾 他在这个中兴大学是在财经法律系 不是正统的法律系 到这个清华大学是叫财经法律研究所 跟那个通事教育中心来合并 所以说都不是正统法律 那当然就是说 你如果今天是一个法学素养很好的人 是应该去训练未来的司法人才 而不是去教通事教育的课程 那这个就是说是从授课教书的指派这边 我当然是怀疑他的法学素养 那回过台就说 假设说他可以讲说 他就是对财经法律比较有兴趣 那这个也可以解释 所以说我们就回过头来检验他的出版品 我看了他的学术履历 就是有两篇德文的著作 是他的硕士论文跟博士论文 那授课论文跟博士论文 当然学校有个考试的过程 但是那个训练过程的一个著作 一般来讲品质是不会太好 那一个学者本身的训练就是要 去做那个期刊 审核期刊 就是说那个投稿经过审核的 才能够被接受 这个才是真正学者的训练 那我大概看了他一下 就是说我在谷歌的学术搜寻 搜寻他的出版品 就总共出来四项 第一个就是他的博士论文 另外有三篇中文的期刊论文 这三篇中文的期刊论文 没有任何的引述 所以说你从期刊论文的角度来讲 他的学术影响力等于是零 你今天已经是博士毕业25年 我现在就去翻译一下 就是说我最早发表的那个期刊论文 我1996年拿到博士学位 我1998年第一篇期刊论文 我那第一篇期刊论文的谷歌的这个 引述的数字已经是700多 700多不算高 我都有700多 他是零 他的期刊论文是零 那如果说把我这多年来的期刊论文的引述 那是有几千个 其实也不算很多 真正是那些大师级的人 是几万个 哈佛MIT那些有名的教授 他是零 他是零 所以说你可以看他这个整个的学术的成就 几乎是零 那我再进一步去看他的这个学术履历发表 他呢 把他在中国时报的投书 大概几十篇了 全部列入他的学术履历 那这个呢 就是说你投书第一个 这个不是正式的学术著作 第二个 这个没有经过审核 第三 这个题目非常的杂 第四呢 这种小品的文章 根本不值得收藏 老实讲 我们 我们的期刊论文是放在图书馆里头 是永远存放在那边 今天呢 一本期刊出来 有人是收集起来一辈子不会丢掉 那反过来讲我们的报纸干什么呢 隔天之后就拿去包油条嘛 隔天之后就说 我有个人有在我脸书上留言说 他家里有养小鸟 然后呢 这个报纸就放在鸟笼的底下接鸟大便 你今天你把你的文章出版在 这个包油条的报纸 铺在鸟笼底下接鸟大便的报纸 这种文章哪有值得放在学术履历 所以说我说他的学术履历 我就用一个礼语来形容他 就是所谓的说 这个乞丐出门 堂头多 但是没有一样值钱 所以说他的学术履历呢 洋洋洒洒一大串 但是呢 真的是没有一件事值钱 那我就观看他的脸书了 就是说对他这样的学术发表 我不惊讶 不惊讶的原因就是说 作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用词要非常的精确 因为作为学者就是吹锚求词 用词精确 他的用词多么不精确 你知道吗 他在咨询这个呈见人的时候呢 有指称说呈见人是看守内阁 然后呢他看守内阁呢 一下子之后他又把看守内阁 转换成看守政府 他把政府跟内阁就合在一起 但是看守政府跟看守内阁是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呢他再来定义看守政府 他把看守政府定义成蔡政府 现在叫看守政府 就是原来的这个总统快卸任了 新的总统选上这个叫看守政府 但是呢在政治学里头也没有看守政府这么定义 像他所描述的这个就是说像蔡政府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在北美 他们把他出做跛脚政府 不是攀守政府 所谓跛脚政府就是说我的任期快到了 新的总统选项 但是我还有两个月的任期 这两个月呢我不能有什么大计划 然后呢这个叫跛脚政府 所以说呢对这个翁晓玲来讲呢 就是跛脚政府 攀守政府跟攀守内阁 这是三件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呢他在用起来的时候呢 是完全没有做区别 所以说当你一个大学的学者 你对于名词的运用呢 是这么的宽松 这么的不讲究 这显现出来说 你的学术训练的底子不够扎实 一个学术训练扎实的人呢 他对用词是非常的精确的 的确是啊 因为你也刚刚特别提到 他认为他站在直询台上 去直询行政院长是上对下 这个部分老实讲 宪法真的必须要去重读了 当时蒋介石 国民党来台的时候 是基于一党独大的状态 某一种 那么要制衡各个 不管行政司法 监察跟考试的一个部分 没有所谓的立法凌驾行政的部分 那身为一个法学的博士 竟然会犯了这个宪法 五权分立 一致平等的基本概念 这个我倒觉得我 我蛮蛮讶异的 有人提到就是 我看到你脸书特别提到 假机随机或者是随机假机 因为翁晓琳的先生是马英九提名的大法官陈春生 你曾经比较过这两个学术理律 理律底多 你说你有发现有诸多的重叠 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部分翁教授可以帮我们做进一步分析吗 这个就是重叠啦 因为事实上发生什么事情 没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说我现在要再声明一下 我只是来做事实的表述 我没有要影射任何东西 我根据他们两个人的履历的比较 就是说这个陈春生也是在慕尼黑大学拿到博士 他本身也是中兴大学法商学院的法律系毕业 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回到母校任教 他回到母校任教的时候 翁晓琳是那边的学生 所以说他们第一次的重叠就是师生的重叠 然后翁晓琳中兴大学毕业之后 也追随陈春生的脚步 也是到慕尼黑大学 再去攻读硕博士 所以说他们由师生关系变成学长学妹的关系 这是第二次重叠 然后他回到台湾之后 先到国防大学去任教短短的大概两三年 然后就转到中兴大学商学院 这是他们第三次重叠 变成同事关系 所以说师生关系 学长学妹关系跟同事关系 那这三个专业上或者是学术履义上的关系 背后都有一个叫做夫妻的关系 站在一起 所以说我脸书里头讲说假期随机 意思就是说假设他们先结婚 才有这些专业上的关系 这叫假期随机 随机 假期呢 就意思说他们先有这些专业的关系 然后再成为夫妻的关系 那从学术的角度来讲 这是不寻常 不寻常呢 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会为了避险 尽量不要在一起 领域不要相同 科系不要相同 学校不要相同 甚至就是说在 因为要避免人家讲说 有买一送一的嫌疑 就是说你如果夫妻在同一个系里头 然后呢一个学术成就比较大 一个学术成就比较小 那在美国人家会讲说这是 buy one get one free 就是为了请一个大师 然后呢把他这个比较成就不好的配偶 也一起带进来 那我不是说他是有这样的情形 但因为在学术 学术本身来讲就是说他是一个荣誉制的一个 一个团体 说荣誉制的团体就是说 不太有人会去质疑你的这个道德 或者是有没有欺骗 假设说我现在有一篇论文 我投稿到期刊 期刊就审核这个论文的品质 品质够就出版 品质不够就把我拒绝 期刊他不会来问我说 这篇论文真的你写的吗 你丈夫这么有名 这篇论文你丈夫有没有帮你写 有没有帮你感 期刊他不会去问这些 一样的 当你在学校就是说你在做论文的时候 你一个章节一个章节交给你的指导老师 你的指导老师就针对论文来给你做修改 你的指导老师不会问你说你有没有作弊 你这个论文是不是你丈夫帮你写的 并没有 所以说我在脸书里头我是有这么写这么一段 一样的我不是在影射陈森森跟翁晓玲有这样的情形 那就是说他们的重复太多这是不寻常 假设我太太太对做学术的工作有兴趣 以往那时候在义伟商学院的学术地位 我可以帮我太太申请到博士入学许本 我可以做得到 因为我知道学校要的是什么 我帮她写申请盘 我帮她做包装 可以帮她找到博士入学许可 另外就是说她进了博士班之后 在写论文的过程当中 老师讲我可以帮忙写 甚至我带为捉刀 指导教授也未必会发现 她毕业之后呢 以我的影响力帮她找一个学校来任教 其实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说呢 那这当然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嘛 从师生关系变成学长学妹的关系 变成同事的关系 背后又有一个夫妻关系 不过检验这些东西的意义不大 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翁晓玲本身 你的学术素养 你的民主认知 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就刚才我们谈到说 她的民主素养是非常不足 民主素养非常不足 然后呢 她的用词非常的松散 非常的不精确 然后呢 她那个在狡辩的那个逻辑 逻辑也非常的错乱 显然这个就不是一个 有严格学术训练的人 一个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 特别是法学的训练 逻辑更强 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形 再来呢 她就是顶着这个 德国的博士的头衔 清大的教授 然后呢 履历上著作这么多 赢得很多社会上的尊敬 可是她那个傲慢呢 我最无法接受的就是她那个傲慢 我们作为学者 就是说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说 我是距离力争行 我是讲话写文章 我都很凶悍 但是呢 作为一个学者呢 我们底子里头 我们是希望别人批评 我们很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 因为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在教书的时候 在北美 我从开始博士班在当讲师的时候呢 就是每个学期结束 学生会评鉴 老师哪边教的好 哪边教的不好 经年累月 我的哲学就是说 当我一个教学的一个做法也好 或者当中的某一个点 连续两年三年 有学生提相同的事情 我一定得 或者说是同样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考试太难 学生在抱怨 在一堂课当中 有超过三个学生 来抱怨我的考试太难 我一定敢 因为呢 这些批评会让我们变更好 那至于呢 我们期刊的发表就不用讲 我们的习惯是说 期刊的论文还没有寄出去之前 我们会先叫 比较要好的同事说 帮我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帮我找出来 然后呢 在审核的过程 所谓的这个reviewer 在审核我们的论文的时候 也都是在帮我们找缺点 然后呢 这个你整个就是说 当你论文第一个稿子寄出去 到最后出版出来 当然你跟那些reviewer之间 他在挑你的毛病 找你的麻烦 甚至这个给你退稿 那个过程是很辛苦 可是经过这个过程之后 你把最后印出来的那个版本 跟一开始投进去的版本 绝对都是有非常大的改善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作为一个学者接受批评 是改善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那么翁晓玲他怎么讲呢 他在脸书上 人家批评他没有素养的时候 他在脸书上就这么写 他讲说 我的法学素养和学问 轮不到这些人来评头论主 你看这是多骄傲多傲慢 这些在批评他的人 有立法委员 像我也是算是一个资深的学者 我们都没有资格去批评他 为什么会养成这样的性格 我刚才讲说职业病 他的工作里头就是权威 高高在上没有人挑战他 这是一个 另外呢 他的成长过程 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值得探讨 比如说他在立法院里头 我记得那一天 我看了他在咨询NCC的主委 就是当NCC的主委在回答的时候 他就打断人家的话 你不要讲 这是我在咨询 然后NCC的主委在讲话的时候 就打断人家的话 老实讲 我如果联系高中大学小孩子的时候 有人讲话我给人家打断 我妈妈第一个会告诉我 说不要打断人家的话 让人家讲我 表示说翁晓玲 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没有人告诉他这个是不对 另外呢 他硬拗他的傲慢 假设说我当别人批评我 我是用我的学养 我的学问 你们这些人没有资格来批评我 假设我从高中大学的时候 展现出这样的态度 我妈妈会跟我讲说 你要谦虚一点 你要听别人的批评 你才会进步 表示说你翁晓玲到现在 五十几岁了 然后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在立法院跟人家做 所谓的文明的对话 你是这么傲慢打断人家的话 这么粗鲁无礼 表示怎么样 表示说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他对人基本上没有尊重 你看他在针对陈建人讲话 针对NCC的主委讲话 他就认为说他的名利代表的身份高于官员 所以说他在跟人互动的时候 他很容易就有一个地位 权力地位的差别 他认为他权力地位高于对方 所以说对人家完全不予尊重 比如说对人的尊重 人生而平等 你可能有不同的职位 你有可能不同的任务 你可能有不同的学问 不同的财富 但是旧人的角度是生而平等 对人的尊严 那是一个人基本的一个修养 我常常就说 我从小 这个小军大概你追踪我 你也知道 就是说我其实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我从小是妈妈带起来的 我从小到大的时候 我妈妈跟我讲一句话 我一直记下心理 因为我们在阿里山长大 到处地上都有草、命疼怎么样 我妈妈从小在走这些山路 她们跟我讲说 不要小看路边的小子 你的腿、你的脚 被路边的小草绊倒之后 你一样会跌等 我妈妈从小一直 我记得很清楚 就不要小看那些小草 做人也是一样 你不要小看那些什么 学问、社会地位不如的 你被他判断 你还是会跌倒 那种谦虚的态度 我在这个翁晓菱的身上看不到 我谢谢翁教授 做出这一番的论述 但是这个是国民党 所提名的不分区 第四名的立法委员 另外我不知道 今天我们很仔细听到 翁达瑞教授 他所理解当中 这一位翁晓菱教授 那看出翁晓菱教授 过去在这个立法院 质询的过程里头 我们不解 一个法学博士 为什么会提出 监察委员的 这个行为法 他认为要定一个法 来不试任监察委员 怎么样可以去退场 甚至去惩戒他 你的立法、监察 包括了去行使、去违宪等等 都身为一个法学博士 让我们觉得 宪法是不是应该要拿出来 重读了 如果一个学者 你真的一个学者 是学术建厂的话 李当在国会殿堂 不应该犯这一种宪法上的ABC 可是在他身上通通都看到 我们下期见 好 观众朋友跟你分享快山坊精油 伴着热爱台湾的精神 他们有效运用制作高级快木家具剩余的角料 所提炼台湾味道的原生快木精油 他开发天然快木精油为主这种香氛沐浴精品 也获得国家品质认同 过去曾经获选为台北市政府跟外交部 国庆贵宾赠礼 小军专属优惠码GRASS PLUS 90 快山坊全管优惠一直到3月31号 支持快山坊跟你共同来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